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过 在用手机访问一些网站的时候 网站上面的广告特别多 而且很多广告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误导性 这种广告不光在一些小网站上有 在国内的大网站上也是非常的普遍 比如说百度 比如说国内几乎所有的主流的大型的下载网站 他们以前都做过这种欺骗性的下载按钮 让你一点不知道就下了一个什么广告的东西 还有一些网站 它会强制要求你去跳转到它的手机APP上面 这样的话就是你在手机上打开一个网站 而它又去跳转到它对应的APP上 而你又反过来又跳过去 反过来又跳过去 这种体验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那么如何去避免这个问题 今天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相信大家学完之后都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网页浏览体验 安卓手机用户要注意对于浏览器的选择 首先是如果你是Chrome用户的话 在手机上你是没有办法自己安装插件的 有一些基于Chrome内核的三方的开发版本 可以打开开发插件的功能 但是这些版本它又没有办法很好的跟Chrome的电脑端 进行同步 我们通过一些插件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过于的繁琐 所以我推荐大家使用火狐的Fairfox Nightly浏览器 在火狐的电脑端以及手机端都可以完美的同步你的浏览器的标签 以及收藏夹以及密码这些东西 并且手机端也是可以安装电脑上所有的全部的插件 那么在下载火狐浏览器之前 大家一定要分清火狐浏览器有两个比较大的版本 一个是国内的特供版 一个是国际版 那么你只需要打开Google Play来下载火狐浏览器 那么你得到的就是国际版 如果你的手机上没有安装Google Play的话 可以通过我推荐的两个镜像站来同样的下载火狐浏览器的安装包 一个是APK Mirror 另一个叫APK Pure 这两个网站是对Google Play的镜像站 你可以在上面下载到Google Play的所有的安装包 以及它的历史版本 在安装好火狐之后 我们看一下它自带的这些插件 我们看一下这个附加组件的选项 其实它已经内置了很多很好的插件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教程来说还不够 我们要打开它的自定义收藏机的功能 这样可以让我们通过收藏机来安装我们想要的所有的插件 我们点设置 将设置拉到最下面 看关于Fairfox这个选项 我们连续点击这个火狐的图标 好我们看到一起用调试菜单 弹出这个选项之后 我们看这里就多了一个自定义附加组件收藏机 出现这个说明你的操作成功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我们想要的用到的这些插件 添加到收藏机里面 我们访问Advance.mozilla.org 这个是火狐的官方的浏览器的仓电 然后打开这个页面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这是火狐的插件的手机端 我们要访问电脑版的网站 所以我们打开这个桌面版网站 打开之后我们可以再看到 这上面提示我们大家去访问这个电脑版 然后我们点击它 这样我们就被带到了火狐插件商店的电脑版上 我们在这里搜索我们要的插件 第一个Head Guard 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广告屏蔽插件 那么你看到它会提示我们 在我们的地区是不可使用的 这是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 火狐将所有的广告屏蔽插件 对于中国大陆地区都进行了下架 我们需要把代理打开 打开之后我们回来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正常访问了 但是大家不要点这个添加到火狐这个按钮上 我们要找到下面添加到收藏机中 我们点击 我已经创建过收藏机了 所以我这里再点击它就告诉我已经添加过了 那么如果你是新创建的收藏机 它会告诉你添加成功 我们第二个要使用到的插件是User Agent Switzer 这个是切换我们的浏览器UA标签来使用的 这个UA标签是用于给网站去识别你手机 到底是哪个浏览器 哪个操作系统来使用的 我们通过修改UA 可以让我们的浏览器 变成一个iPhone上面的火狐浏览器 或者是Safari浏览器 这样可以欺骗这个网站 让它不能够掉起我们的手机客户端 让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个网页中 那么接下来的操作呢 还是同样的 点添加到收藏机 添加到我自己的收藏机中 同样这个收藏机我已经添加过了 所以这里还是这个提示 接下来我们看右上角 我登录的这个用户的账户 我们点开查看我的收藏机 那么可以看到 这是我自己创建的这个收藏机 我们点进来 我们需要两个信息 第一个是我们火狐的用户号 也就是这一串数字 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第二个大家要记住 自己起的收藏机的名字 我就随便起了一个叫MyCollection 我们打开设置选项 然后向下滑动 找到我们刚才打开的这个 自定义附加组件收藏 然后用户的ID 就是我们刚才复制过来的这个ID号 收藏机的名称 是我们刚才所起的这个名字 MyCollection 你的收藏机可以你自己随便去起这个名字 你只要自己记住了就可以 然后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程序会自动的推出 我们再次打开浏览器 这个时候我们打开附加组件看一下 这里面其实就是我自己添加的附加组件 可以找到这个User Agent的Switcher 这个在火狐的默认的组件里是没有的 我们点一下右边的加号 把它安装进来 同样的我们还有一个AddGuardBlocker 我们也把它安装进来 这是安装好的样子 它在一起用的这个选项中 我们回到浏览器 我们随便收一个关键词 比如说收购物 我们看第一条是一个广告 我们看这个右下角 它这里是有一个广告的标示的 第二条还是个广告 第三条广告 那么第四个才是百度百科 第五个不是 第六个还是广告 其实你看这一个页面上 将近有一半的内容 它都是广告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打开刚才安装的这个AddBlock广告拦截器 点击设置按钮 我们看 第一个拦截搜索广告和网站的自我推销 这个就是对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广告进行拦截 我们打开它 然后其余的东西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使用需求来做更改 比如说对于钓鱼和恶意网站的保护 接下来我们点左上角的三个按钮 这里有一个过滤器的选项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喜好去添加这些过滤器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基本上就是把它们全都打开 然后我们重点看一下这个扰人的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选项 我是非常喜欢用的 比如说浏览器的横幅广告和其他的凡人广告 包括小工具的这些三方的小工具 在线助手啊实施聊天的 我都比较讨厌它们 我都把它关掉 然后设置好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百度网站 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页面 我们就点一下刷新 这个时候你看 刚才前面大概有五条到六条的广告都没有了 第一个百度百科 第二个是小程序 你看后面这些都没有右下面的广告的标识 这样百度的推荐的广告就被屏蔽掉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网站 比如说京东 这个时候你看到的是屏蔽后的样子 因为我已经把广告插件打开了 我们把它关掉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在最上面有一个打开京东APP的广告消息 而最下面还是有一个打开京东APP 这个东西你每一次如果你不装插件的话 你都要手动的把它关掉 这样特别影响我们的使用体验 我们再来访问一个网站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搜天气预报 我们随便进一个天气网站看一下 你看上面的广告 然后我们从下滑还是广告 最下面还是广告 看这么多的广告 我们把这个组件再打开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你看最上面的广告没有 往下滑 中间的广告也没有 底下的广告还是都没有了 这样我们的体验就非常的不错 到目前为止 我们把广告已经屏蔽掉了 但是目前还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打开京东 这个时候它总是会提示我们 我们要打开应用这个选项 这个特别的影响我们的使用体验 这就用到了我们第二个插件 修改浏览器的UA 我们在这里将手机改到iOS 浏览器改成Safari 这样选 我就选择第一个了 Safari 13.0.5 点击下面的Apply 绿色的这个按钮 那么回来再刷新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弹窗就不见了 因为我们在安卓手机上 把我们的浏览器告诉给京东网站 我是一个iPhone 它这个时候就会发现 这个功能我打不开了 不好用了 通过上面的两个插件 我们解决了手机浏览器中 广告多的问题 和网页上面自动跳转到对应的App 或者是运用商店 来骗取我们下载的这个问题 相信大家根据这个教程来操作一下 也同样可以获得不错的效果 如果这个视频有帮到你 还请帮忙点一个赞 加一个关注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